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截止到2018年底 中国铁路的营业总里程达到了13.1万公里以上 而其中的高铁线路更是达到了2.9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越来越完善的铁路网线 极大的方便了民众的出行 同时也促进了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提出2019年将完成8000亿的铁路建设投资 其中的中西部的铁路建设更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今天我们也特地来到了位于四川的城南铁路 越龙门隧道的施工现场 这里地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 又要穿越地震断裂带 被誉为是目前中国难度最大 也是世界很罕见的铁路隧道的施工项目了 我们很有幸的邀请到了越龙门隧道的项目经理 王海亮先生 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越龙门隧道 来揭开这个超南铁路隧道工程的神秘面纱 中国铁路志豪向前 这里是由东风风神2020款AX7 特约赞助播出的超级乘客 智慧生态SUV邀您共享中国制造 南起成都平原 北向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延伸的城南铁路 全线长275公里 是我国川西北地区的第一条高铁线路 也是一条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天路 因横川龙门山地震断裂带 且与民江活动断裂带变形 城南铁路沿途沟河纵横 地形切割非常强力 自然灾害频繁 沟河 斗崖 滑坡等苛刻的地形 极大的增加了工程难度与风险 而由于横跨汶川大地震的核心区 位于高川的越龙门隧道 更是城南铁路的最难工程吗 被业界誉为世界罕见工程 越龙门隧道工程究竟因为什么而罕见 中国的隧道工程师 又是如何攻克世界工程难题 在地震断裂带上修建其铁路隧道的难度 好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 城南铁路越龙门隧道的一个 现在目前正在施工的一个现场了 对 是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越龙门隧道的左线的大里城 后端已经完成了开挖 前端就是我们施工的长的面 这个越龙门隧道 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隧道全长是2042米 现阶段我们已经完成了进口端的10300米 还有出口端的7300米 好了 这样的话还剩下2400米 应该是最难的这一段了 就其实我们完成90%的隧道的工程 对 但是剩下88% 88%非常精确 但剩下12%是非常难的路段了 对 是这样的 我进到这个隧道的感受 我觉得今天像天气算是比较凉快了 但是在这里面还是感觉比外面会热一些 是的 因为本段有高地温 有施工的水滑热的温度 这样的话施工的温度应该是在33度左右 33度 是常年都是这样一个33度的环境吗 对 是的 而且整个就人家跟我说进隧道工作就是没日没夜 我这下算是体会到了 就完全进来之后就也没有外面的光线 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几点了 是的 这个是一个隧道施工 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在一个根据隧道的目前我们工期的要求 还有整体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都是连续作业的 工人只进行这个导搬 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施工 那像我之前来这里的时候 我了解到说他们说咱们这个隧道是目前国内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施工隧道了是吗 是的 因为成兰的这个月龙门隧道这一块应该是跟其他线不一样的话 应该就是机械化的这个配置的配套这一方面 因为是一个不论是从这个配套的这个数量上 还是这个从配套的这个工法上来讲是比较全面的 您现在这样说啊特别抽象 要不我们编总给我们介绍 想象我刚才有听到机器的声音了 那就是我们旁边现在目前能看到的这些机械吗 这些是常规机械 这个挖机呢就是用来这个隧道出扎和这个进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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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掌的面排线用的 就是进行这个开挖环节使用的一个机械 这个就是这个开挖台架呢 就是我们这个力拱架力出支用的一个设备 就做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支架 对对对 在隧道工程中正在向前推进的作业面被称为掌子面 随着我国工程机械化程度的升级 掌子面以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 开挖时工人首先利用凿岩台车 对掌子面的岩石进行开凿 接着运用八扎机将凿出的碎石渣清理运出 然后使用立甲机 在凿出的动体周围树立支护支架 稳固动体 最后使用湿喷机械手 对开凿后裸露出的岩壁喷射混凝土 进行岩壁的加固 而由于越龙门隧道的特殊地势与地形压力 动体岩石极易发生变形 经常出现刚加固好的隧道段 一夜之间就变形缩小的情况 为了适应工程的特殊性 解决大变形等难题 越龙门隧道的工程师 从加固工艺到施工科技 都做了大量创新 您说到都是一些比较一般的 其他隧道也会见到的一些机械化的装备 但这个隧道因为开挖难度非常大 所以实际上也会有一些专门的 不一样的一些陷进的一些机械设备 是吧 是的 你看我们后面这一台 这个2B凿影台车 就是我们这个隧道这个机械化高度配置的 其中的一种 我们现在越龙门隧道呢 是根据这个不同的维研 不同的那个工法 配置的这种 配置配套的这种机械化的设备 是比较这个全面的 从外衣平脑来说吧 我们外衣平脑呢 开挖采用的就是2B的这个凿影台车 完了之后出扎呢就是采用的这种扒扎机 完了之后立架呢 就是采用的这种多功能的 这个自动化的这种立架机 从安全风险上来讲呢 这个安全操作在机械平台上操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这个施工风险 这一点是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就是以往咱们都是人在最前端 但是因为这个隧道的难度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机械在最前端 主要还是两个方面吧 第一是根据月龙门的这个工期的这种需求 当初设计的时候采用的就是高度的这种机械化配置 第二个呢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施工风险这一块 就是因为传统的这种工艺嘛 人在架子上开挖都是离掌的面非常非常近的 一旦有这种掉块就是违岩的失吻 就会对人造成伤害 通过机械化这种前端最前端的这五六米范围内 全是这种机械壁 包括我们的立架机 包括我们的这个石盆机业手 都是这么实 都能够实现这种人在后端操控 或者在这种设备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防护棚内进行操控 您做这个隧道工程大概多长时间了 我做这个我在铁路这个行业里干了有15年了 成蓝是一进厂我就在 一二年十二月份进的厂 一直干到现在 这样一步步看起来 您觉得就是说机械化程度高了 之后对于隧道的这种开挖 您能看到什么样子的这样的变化 或者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我感觉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从这个施工组织方面 这种稳定的这种效率 还有这种整体这种质量的这种管控上 是有帮助的 因为设备最起码代替了这种人以后 取消了人的这种不稳定因素 对质量方面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方面主要还是感觉到 这种自动化的程度 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 是对我们这种建设是有帮助的 你要搁十年前吧 我们要想干这个隧道 真的连想都不敢想 越龙门隧道位于汶川大地震核心区域 由于地壳运动活跃 山体极不稳定 地震 滑坡 泥石流 危岩落石等情况贫乏 因此隧道在施工过程中容易遇见开裂 甚至塌方的情况 而更加让施工团队犯难的是 隧道在开挖过程中 罕见地发现了瓦斯与硫化氢 两种有毒气体并存的情况 要知道 在较为封闭的隧道空间中 瓦斯一旦到达一定浓度 就急易发生燃烧和爆炸 而硫化氢气体超过安全数之后 更是会麻痹呼吸系统 对人产生致命伤害 一直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来这里 因为大家都说这里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 然后同时又是第一条 中国在刚发生过地震的断裂带上 进行修的这么一个隧道 难度非常大 要面临的就可能一些突发状况特别多 就我们整个的这个月龙门隧道 它要面临到平时一些什么样的 自然灾害的一些考验 像目前这个阶段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月龙门隧道这边 是高瓦斯 这个硫化氢 完了还有大便形 还有高地温 这几种不良的这种 叫有毒有害气体和地质 在我们这是并存的 正常来讲呢 可能在一般的这种情况下碰到一个 大家就会感觉到风险已经很高了 是 施工难度已经很大了 但是这种几种这种不利的这种情况 组合在一起 出现在一个隧道里 对我们来讲确实也是这种灾难性的吧 就像您说的 大家组团人来着 您是说这个隧道会有瓦斯气体是吗 有的 但是我现在其实闻不到 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对 现在这个面的话主要是存在有瓦斯 其他的这个面上的话是有这个硫化氢的 目前来看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因为通风还是比较好 瓦斯显示还是很微零 因为重点呢 现在这个瓦斯跟硫化氢的区别呢 就是瓦斯呢 是容易燃烧和爆炸 虽然都是有毒有害气体 完了硫化氢呢 是聚毒 这两种风险虽然是 这个都叫有毒有害气体 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硫化氢的检测仪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显示有数值 一般对人体 这个超过这个6ppm以上 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它会麻痹人的呼吸系统 它麻痹你的呼吸系统以后 你就闻不到这个瓦化氢的味道了 对人只处于剧毒嘛 有致命伤害 那所以我们对整个施工过程当中 就是还需要做一些 另外的其他的措施 来去消除一些隐患 对吗 对 主要瓦斯和瓦化氢这一块 我们现在采取这种 两三个方面的措施吧 第一个就是在通风方面 我们采用了这种 专门的这种通风的 这种方案的设计 对通风的风带进行严格的管理 要确保都接到掌斗面范围内 尽量让它减少瓦斯急剧的风险 让歧视这种瓦斯的浓度 瓦化氢这一块主要是采用喷水和采用生石灰的这种 因为它能溶于水中 对 但是我知道就说在开发隧道的这种工程当中 就遇到瓦斯其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但是瓦化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对吧 就之前我们有遇到过 遇见过说 这个月龙门隧道会遇到瓦化氢吗 没有 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当时就是因为检测 发现 包括这个浓化氢浓度 这个有一种这种像类似于臭鸡蛋的这么一种味道 大家发现有味道 完了检测有 既然又有瓦斯又有刘化氢 完了之后才请这个大学的这些专家们 包括地址的这些老师们过来 给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风险评估 制定你下一步的这种施工措施和方案 其实就是施工到一半才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见招拆招 对 是这样的 然后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就是软岩大变形 我很好奇这个岩石还会变形吗 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面就是设计就是严重大变形 包括我们采用的这个织户的形式都是圆形的 就我们能看到这个股价就是这个织户对吧 因为正常的隧道它是不是这种通信员形式的 是普通的这种椭圆形的或者叫马蹄形的这么一个形状 这种圆形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软岩大变形 专门设计的一个这个开挖的这么一个形状 圆形的受力会比较好 是通过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软岩大变形是一个什么概念 岩石这么坚硬在我们传统概念当中 它就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这么说吧 就是软岩这个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围岩呢 它自身的这个强度啊和这个承载力啊 它这个是比较弱的啊不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当你挖完以后它这个有凌空面了以后它就会受到这个低应力的挤压和重力的挤压之后进行这个徐变 有一个变形啊有的是呃这个呃呃呃呃呃 支厚一些有的是表现的比较明显 就是说我能这么理解吧 就跟其他的就是没有这种软岩变形的隧道相比的话啊 就是这隧道如果不做更加就是严密的就是更有力的这种织固的话 它就会慢慢变小 对是这样的 我们刚从里面出来 确实在里边 我觉得感受很不一样 你常年在里边工作 您这么多年 就是接触隧道工程 这是您接触的最难的一个工程吗 是的 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 这个工地成来项目 这回是最难的 我们一二年进场 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 周期也是最长的 情况呢 这个复杂程度 包括施工组织的难度 包括通风 应该都是 我经历过的是最难的了 由于先后跨越汶川大地震发振区 城南铁路工程地址 具有四级三高的特点 四级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地形切割极稳强力 及地面形态 发生了较大的垂直变化 二 地质构造条件 极为复杂活跃 地形起伏较大 三 地表岩石组成 极为软弱破碎 对工程承受能力较低 四 汶川地震 对地形与地势 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显著 而三高表现在 存在于地壳中的硬力极高 隧道动体容易造成塌方 地震烈度高 一旦地震发生 将对建筑物产生较大的破坏性 以及发生低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因此专业人士 把城南铁路比喻为 在烂豆腐上修的铁路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特别大 我看到有人就是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他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在冻豆腐上修铁路 冻豆腐说的就是冻土 它可能这个很坚硬 然后一万铁路是在软豆腐上修铁路 这软豆腐就是它特别松 它可能这个地质就极其松垮 然后这一个这一段的隧道 被称为是烂豆腐 要怎么理解这个烂豆腐 你看这个从豆腐的本身含义来讲 就是软豆腐它还是豆腐 你瞅着形状它还是固定的形状 你看烂豆腐就像咱们已经把它拌成凉菜一样 已经碎了 这是从表象上来看 那么从我们干隧道的专业方面来讲 主要还是体现在地质方面 然后地质方面就有四级三高的这么一个特性 就是导致了隧道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 违岩的破碎 自稳性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表现非常的明显 是不是就是在 岩性也不断地在变化 所以它整个就比较脆弱 您刚才打的比方就说 这块豆腐已经烂了 但是我们要在烂的这样的一个当中 再去造一个隧道的话 我的理解是说我们可能加固的工程 就需要做的比其他的工程来的更加的 花更多的功夫 然后更严苛也面临更大的压力 是的 就是针对这种活动断裂带 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设计的它的这种措施 有圆形的这种断面 完了之后进行了措施上的这种加强 来保证这种隧道的整体的这种稳定性 怎么来比喻它呢 比如就像人的脊柱一样 我们做完以后 这个隧道它是一斜一斜一斜的 它有这种变形缝 允许它错动 因为它是在活动断裂带上 允许它有一定的这种变化 完了这样可以保证它这种变化以后 结构的整体还是安全的 能够保证这个通道它还是存在的 就是以前我们把压力放在一整个完整的隧道上 现在我们把它分解成每一个 然后允许它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来配合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这种 就是比较怎么说脆弱的 活动比较剧烈的这种地质条件 主要还是这种位移这种压力导致的这种 因为它是断裂带 这种错动 对隧道结构造成的这种破坏 为了避免 就是因为也是考虑到一般像在这种情况 都会对后期的这种使用和维护带来很多难题 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就会减轻这种风险 就是说实际上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种复杂的工程难度 然后它去克服了这样 你们去克服了这样的困难之后 它实际上在整个行业 它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是示范或者说带动作用 就未来大家可以去借鉴这个隧道的很多经验的对吧 是的 现在总结出来的科研成果就有15项 主要还是就是针对隧道这方面的居多 因为它也涉及到桥梁路基 包括风险管控还有环水宝这些 未来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其他工程上得到借鉴 就这个能修之后攻克的这些难题 我们接下来可不可以就是挑战一些就是更难的这种 没问题 你像我们现在的大变形的和断层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技术方案 已经在成坤线得到了应用 在下一步的这个穿葬线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使用这些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址跟穿葬线还是非常类似的 其实这个意义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修法之后 接下来马上的有一些我们可能想修的项目 包括穿葬线也是可以敢去做敢去接这样的项目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难是可能以前早些年很多项目 并不是非常注重环保 大家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但是我们这一次就是随着现在对工程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再加上说我们这一次经过的线路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保护区 然后呢为了保护这种旁边的你看像非常好的这样的青山绿水 再包括丰富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等等之类的 就是会不会给也给我们施工带来一些限制和要求 是的 因为进场刚进场的时候就组织我们进行了这个 呃呃 呃 关于环保方面的专体培训 嗯 同时也要求比如说我们开工的时候 嗯 我们要做这种原地貌的这种录像的啊 采集嗯 然后作为以后恢复的一个对照啊 啊完了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进口中要隧道施工 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啊 严格要落实我们这个以堵为主限量排放的这个总体要求 洞里面呢要采取了这种清污分流的措施 嗯就是清水我直接接完让它流出来 啊污水我把它呃施工的这种污水集中转换 洞口要设置沉淀池啊 把沉淀池沉淀完以后完了我们再综合利用 我抽上来我撒水啊或者我打钻我施工用水 我在循环利用啊就是这采取这些措施 在一个嗯从我们施工的角度也想着还是尽量少破坏这个环境 对 你比如说在我家门口修脚铁路 嗯那我也要想着是不是呃对自己的家园的这种环境的 保护的这种诉求吧 就影响越小越好 对是是是 然后这条呃铁路修成之后啊 它大概会给当地的沿线的哪一些部分带来一些 怎么样的出勤和福利 嗯这个从两方面吧 一个方面就是我感觉这个呃从我们这个呃 呃 经济发展的层面就是沿线的这些呃老百姓也好 他们会通过他们的这些呃出行会更加的方便 嗯嗯嗯会带动这些经济的作物的这种流通 嗯嗯嗯完了从我们嗯外部的人也会让大家感受到 因为这条线一直修到现在修到这个川主寺嘛嗯嗯嗯嗯嗯从成都过来的话到川主寺估计到时候就是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以前要走多久 以前这边嗯因为这个没有铁路之前只有公路嘛嗯公路要走五五将近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对而且都是山路对对对是这样的嗯这样的话就是呃 拉近了这种旅这种需求吧就是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啊啊啊啊这种寄来以后可以看到我们这种野生的保护动物植物嗯嗯啊包括这种自然美美好的一种自然风光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非常辛苦二十公里到时候我们最后多长时间能穿过这个隧道 嗯设计时速是200公里的嗯如果过我们越龙越龙门山这个越龙门这个隧道的话就是二十公里嗯二十公里呃也就十分钟十分钟就过去了 那我相信您过这十分钟肯定跟别人过十分钟心里感受很不一样 那那肯定这个我就像这个怎么说呢利用了呃可能要将近十年的时间吧 嗯嗯呃我修了这么一个座隧道嗯啊就是孕育了他就是美国呃呃呃每每一处呃 갱形每一处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复杂的这种情况呃都会历历在目不论你什么时候来这儿到这个隧道只要你从这走一遍你都会 这个什么时候来这儿到这个隧道这就要你从这儿走一遍呢你就会 铭记于系 有一种就像长江大桥通了以后 题词就是这大桥连接两岸 这一天线变通途的感觉 这么长的一个工程下来 克服这么多困难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觉确实是 一个是这个项目对这种复杂程度 也打造了我们这个团队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有凝聚力 大家能够秉承着这个一家人 一个梦一起批一定盈利这种思想 奋勇力前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主要还是感觉到这个勇气 因为我感觉勇气代表了一种态度 如果在困难面前 我们是勇往直前 还是果如不前的问题 可能在一般的项目上 体现不会很明显 但是我感觉在承栏 能留在承栏就需要勇气 那么能留在越龙门隧道 更需要勇气 所以我感觉我们能够参与到 承栏项目的建设 能够参与到越龙门隧道的一种建设 我们还是感觉到很自豪 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 才深刻的理解到说 这个工程的不容易 当然也意识到说 这个工程在整条城南铁路上 它很重要的地位 然后它的建成也意味着说 整条铁路很快就能够贯通 就能够通车 到时候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整条路上沿线的 包括藏族啊 枪族回族以及汉族 就是各民族的这个民众 他们都可以享受到这条铁路 修通之后的便利 而我们也能够有机会 通过这条铁路 进入到这个川西南 进入到川西北 这样的一个地区 然后去领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一些自然风光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尽快的 能够领略到这样的风景 好 谢谢 那中国铁路 致豪向前 再次感谢您收看 由东风风神2020款AX7 特约赞助播出的超级乘客 智慧生态SUV 邀您共享 中国制造 中国铁路 致豪向前 我 试试善 地方铁路 我们建议